各位观众朋友你好 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谷节目 在目前的社会里呢 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健康 或者是为了常养慈悲心 而改吃素食 坊间的素食馆也越来越多 不过有些人呢 怕吃素营养不够 会补充一些维他命之类的营养品 我们要请教圣言法师 素食者是不是能够食用像蜂王乳 鱼干油之类的营养品呢 我首先要讲 吃素的一个观念 和吃素的动机是什么 在副教呢 它的动机是慈悲 不是说怕吃了 这个猪肉一斤呢 就要患食流量了 当然呢 这是因果观念 因果报应呢 这是一种事实 也是一种理论 可是呢 佛主张啊 我们吃素啊 是啊 积极慈悲的观念 众生多有生命 多爱惜生命 众生呢 都像我们人一样 也希望活不希望死 而肉食的人呢 他就是以众生的生命 的肉体啊 作为自己的生命的 延续的呀 食物 那对呀 慈悲心 就会伤害了 那么现在的人呢 吃素呢 是为了 天然食物 自然食物 健康食物 也吃得非常的 清净啊 真正的健康食物的 信众们啊 他们不是宗教信仰 他们就是为了 身体的健康啊 而不吃动物的东西 不吃啊 有化学品 家庭物的食物 所以是呢 这跟 佛教的 素食啊 不大一样 一个是为了 自己的健康啊 理由 一个是为了啊 慈悲众生的理由 可是呢 在我们今天来讲啊 吃素的人 是不是营养不够啊 许多的人呢 认为吃素呢 就等于吃草 牛啊 羊啊 马啊 兔子啊 他们都是吃什么 吃草的 鹿啊 好像象也是吃草的 我们看到那些草食的动物啊 这身体都很大 力量都很强 他们身体都很壮 并非是因为吃草啊 而他们就变成了 很 很瘦 很弱 不一定的 但是呢 也有人说 因为他们的这个 生理机构不一样 他们吃草就能够把草啊 变成了 种种的 维生素 我们的人的胃啊 肠胃啊 跟他们的那些草食动物啊 不一样 所以是需要肉 肉吃 才够营养 其实不一定的 我们身体里边呢 所需要的 是 纤维 蛋白质 淀粉质 以及各种各样的 矿物质 和维生素 在植物里边都有啊 植物里边 羊羊都有 不是一定要从啊 动物身上去取得的 不过呢 有一些人呢 吃素啊 他不知道 如何地调皮自己的 食物的营养 饮食的啊 这个 成分 所以呢 又吃 又瘦 又吃呢 又不健康 如果说是 以现在的 健康食物来讲 没有问题的 对西方人呢 他们 现在吃素的人 越来越多 身体都很健康的 甚至于 有一些运动员 他们也在吃素啊 那么另外呢 因为这个问题里问到啊 能不能够吃 像风王卤 以及呢 像鱼干油 其实还有的 像燕窝 也是啊 这 是不是可以吃 那我鱼干油呢 这是啊 鱼身上取下来的 就杀了鱼以后才有的 那当然最好是不吃啊 那如果说是 不吃鱼干油 是不是就不能活呢 那植物里边 能够提炼出来的 这种成分 照样有 另外 另外 是风王卤啊 它是又 这个非常小的 那个幼年的 或者是青年的一些工蜂 吐出来的 突一 一共济啊 风王呢 作为是作为收穫的 这个 那些小蚂蚁啊 小蜜蜂啊 那么辛苦的 工作啊 结果我们一口啊 要吃到那么多 吃到很多啊 再是再是 一心不忍 另外呢 燕窝啊 的确实啊 也是很残忍的 燕窝就是 那个海叶呢 这个涂沫 涂衣 做成的窝 那 就是它的家啊 就是它 这个小燕窝啊 这个浮卵小燕窝的 一个家 把它撤掉了以后啊 那是非常残忍的 虽然 这两种并没有杀身 那个风王卤 和燕窝都没有杀身 但是对那些小动物来讲啊 是啊 蛮残忍的 那 那要不要吃呢 如果吃了以后 是不是啊 怎么样子 犯了什么 法了呢 或者是犯了戒了呢 戒里都没有讲 这是我们呢 以慈悲心来讲的话 那最好少吃了 因为这个还不算是傻身 可是呢 这是不慈悲 我们都 我们都